特朗普星期日早上到福根尼亞州打高爾夫球 他在社交網站發文,說拜登勝出是因為選舉受操控 觀察如未能夠到場監票 選舉設備生產商屬於激進左翼陣營 投票日的技術故障,實質是某些人試圖竊取選票 又聲稱相關人士成功竊取大量選票 形容由低投票是笑話 今次是大選結束過幾星期以來 特朗普第一次形容拜登勝選 但他不久再發文澄清 說拜登只是獲假新聞吹捧勝出 強調沒有承認落敗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將會取得勝利 他的私人律師朱利安尼受訪 也否認特朗普認輸 認為他只是發表諷刺的言論 拜登早上就到天主教堂望尼薩 無回應特朗普的言論 或拜登簡選出任白宮莫寮長的克萊恩 在全國廣播公司訪問中說 特朗普的鐵文確認拜登當選的現實 拜登是否入主白宮 不是特朗普幾則鐵文趕了就算 而是美國民眾決定 促請聯邦總務處 今個星期內確定拜登當選 以便政權交接 他又透露拜登又和民主黨參眾兩院令就 討論過通過疫情紓困方案的不設性 但是至今未取得授權 和現界政府就抗疫開展合作 亦都沒有接觸參議院多數黨令就莫康諾爾 團隊計劃在未來幾天 同有份研製疫苗的美國藥廠輝瑞 以及其他藥廠代表會談 有線電視記者梁徐山報導 給 doubt Kant